羅家聰先生在大紀元新聞網的專欄《一名驚人》 標題為《貨幣如何訴說衰退》 美聯儲和歐洲央行都應該已經提高了他們的政策利率 而經濟衰退已接近邊緣 十年期和三個月國債收益率差距的模型 預測結果暗示著 到年底美國經濟衰退的確率已達到65% 這是繼1980年代初之後的第二高 從過去半個世紀的經驗來看 任何超過35%的概率都會帶來經濟衰退 從這個方面來說 65%的概率和100%的概率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區別 然而從股票市場到樓市 再從勞動力市場到消費市場 很多數據並沒有表現出任何衰退的症狀 儘管如此 在多米諾骨牌效應開始之前 這些巧合的指標 不會顯示任何不好的趨勢 但仍然可以從一些基本面看出狀況 尤其是關於貨幣擴張性的指標 由於經濟衰退通常因貸款收縮而惡化 在經濟衰退之前採取緊縮的貨幣政策 可以令到經濟衰退提早來到 若想看到這一點 我們可以將這些基本面和衰退期繪製成圖表 然後對它進行研究 貨幣擴張包括兩個階段 一個是從合意貨幣到廣義貨幣 這是貨幣承數增強的過程 另一個是從廣義貨幣到經濟體 這個被視為貨幣流通速度 第一部分和銀行業的關係更大 因為它涉及到存款貸款而形成的貨幣再造 相比之下 第二部分更多是基於一般公司的行為 因為它討論了貨幣和經濟之間的聯繫 如富途所顯示 大家可以從貨幣承數和貨幣流通速度的同比增長中 看到貨幣流通速度的增長 在經濟衰退下比貨幣承數增長更容易回落 也就是說 在灰色區域下 紅線比藍線更有可能出現下降 換句話說 在導致經濟衰退的過程中 企業比銀行有更大的決定性力量 再多思考一下 你應該不會對此感到驚訝 銀行只是為企業提供便利 銀行不應該有太多的附加值 但是企業有 從這兩個數據系列中可以觀察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 它們不一定會互相移動 也就是說 貨幣承數的高增長 並不意味著貨幣流通速度也出現同樣情形 反之亦然 在20世紀70年代這樣的印鈔時代 貨幣承數的增長往往會更高 但是在真正的繁榮時期 如20世紀90年代 貨幣流通速度的增長往往會更高 回顧過去的10年 很明顯 貨幣承數的增長比流通速度快得多 這個表明 繁榮更多集中在銀行領域 而不是整個經濟 現在兩者都很強勁 這次是不是有點不同? 我們必須謹慎對待一年前貨幣流通速度增長的低基數 這個令到最新的增長數字較高 而目前兩者的高增長可能意味著未來的下降趨勢 這個與預測的經濟衰退 這個預測的經濟衰退 將在年尾發生雙吻合 本文編譯字 What does money say about recession? 袁文康在英文《大紀元》